據說南文青曾經這個要叫你 叫成前妻 那個前妻的名字 是這樣子 那時候也是 我們交往了幾年以後呢 那天佑曉師為什麼是已經在吵架 可能是為他打高爾夫仇還幹嘛吧 你們在吵架 對 然後呢 我們兩個靠得很近 你知道嗎 然後在吵吵吵 他突然間叫了他 他本來想制止我 可能譬如說我是小莉 小莉 好像不要再吵了 結果他竟然叫他前妻的英文名字 當場我們兩個都愣住了 他也愣住了 我也愣住了 我心想這怎麼回事你知道嗎 後來隔了幾秒鐘後 大家兩個人 好像像沒事人一樣 然後我掉著就走了 然後這件事情讓我悶了很久很久 今天我們要到光麗 光麗 你說這個前夫 有一次在講電話 被你聽到其他的女人罵他 對 所以我剛才我之前有在節目上講 說我的手機是一隻神奇的手機 那個手機讓我聽到了他跟小三 兩個人的通話 所以他十五年的初委外遇就曝光了 然後有一天晚上我也不曉得 突然間手機出來了一個人名 出來了一個我們從前藍寶方 麻辣火鍋的地址 然後一個行動電話 我馬上直覺這是小四的電話 我就打過去了 果不其然就是小四 那後來 換句話說他有兩個外遇 就是一個小三一個小四 後來那個時候 初委外遇事情曝光之後 他就跟我講 他說那個小三跟小四 當他們兩個互相知道對方以後吵了一年多 吵得不可開交 不是帶孩子離家出走呢 就是什麼自殺 就鬧得一塌糊塗 後來這個小三呢 他就覺得就是說要分開了 他覺得是他不對還幹嘛 他就說他已經無痛的 他要離開了 這藍寶卿跟我講的 那因為初委外遇事情發生以後 藍寶卿他差不多每天會跟我通電話 兩個小時到三個小時 有一天我們正在講電話的時候 突然間聽到他對方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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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的 我想說奇怪 對方在幹嘛 然後就聽到一個女人 很低沉的那種怒吼 你給我在講電話 你還在這邊講電話 我想這什麼聲音 就聽到那個藍寶卿說 你在幹什麼呀 你把手機還給我 我說怎麼搞的 我們兩個講電話 中間會發生這個情況 過了後來 電話就斷了 你知道嗎 然後呢 然後呢 就過一會兒 我就聽到這個女的在講 不要再罵什麼東西 過一會兒就聽到講說 很低沉 然後咬牙竊齒說 你就去當畜生吧 就這樣子 然後藍寶卿就回了一句 我不是畜生 然後又不要再搶電話 然後電話就斷了 我想說怎麼會聽到這個話呢 後來我就打電話給藍寶卿 我說剛剛是誰呀 他就說那是小三 我們兩個正在講電話的時候 小三到他的辦公室了 然後看到他在講電話 因為他背的門嘛 那個女的從後面帶著小孩來 他沒看到 他看到他在講電話 就搶他的電話 你知道嗎 但是我聽到的是 怎麼會有女人罵你 然後就說 你就去當畜生吧 我跟藍文青 結婚二十幾年 將近三十年的時間 我再怎麼吵架 我連亡雞蛋這三個字 我都沒說過 現在講蛋都有點那個敏感 所以我沒有想到外面的女人 用這麼難聽的話在形容她 所以你說何必呢 一個好好的人 然後被人家貶低人格 當成一個這麼不堪的 我覺得很難過 所以我才是神奇的手機 我這個手機已經用了四五年了 我都沒在換 因為我在想說哪一天 可能又有個神奇的事情發生 據說藍文青曾經這個 要叫你叫成前妻 那個前妻的名字 是這樣子 那個時候也是 我們交往了幾年以後呢 那天不知道是 為什麼是已經在吵架 可能是為他打高爾夫球 還幹嘛吧 又在吵架 對 然後呢 我們兩個靠得很近 你知道嗎 然後在吵吵吵 他突然間叫了他 他本來想制止我 可能譬如說我是小莉 小莉好像不要再吵了 結果他竟然叫他前妻的英文名字 當場我們兩個都愣住了 他也愣住了 我也愣住了 我心想這怎麼回事 你知道嗎 後來隔了幾秒鐘後 大家兩個人好像像沒事人一樣 然後我掉著就走了 然後這件事情讓我悶了 很久很久 所以呢 後來我這邊也有朋友 也發生同樣的事情 他老公晚上睡覺說夢話 叫了前女友的名字 這個老婆一聽氣瘋了 把他老公給踹醒 給打他就打醒了 說你到底怎麼回事 兩個就在吵架 這老公就一直解釋 怎麼解釋這個老婆就不聽 後來這老婆就講說 我收東西 我要回娘家 這個老公後來也可能是 惱羞成怒了吧 就指著他前妻 就是指他老婆說 出去了就不要回來 然後他老婆就有婚養家了 隔了一個多月以後呢 這個老婆慢慢氣 有一點點消了 就在想這個老公 會到他家裡頭來 跟他道個歉 然後那他就下個台階 跟他老公就回家 沒想到這個老公 又在想說 一個多月了 老婆可能氣也就消了 會自己回來 結果雙方他們都沒有行動 就這樣子硬 凹凹凹凹凹了一年多 到最後就是夫妻離婚 雙方家長怎麼說都沒有用 就是離婚了 但是呢同樣的事情呢 是兩對夫婦同樣的事情 最後的結局卻是天壤之別 另外還有一對朋友 也是一樣 老公喝了酒 發酒瘋 懷疑太太偷他的錢 他說你偷我的錢呢 是到外面去養男人 然後越講是越生氣 把他老婆也打了一頓 結果最後在他老公的褲子口袋 找到了那個錢你知道嗎 後來他老婆就說 你給我道歉 他老公就不道歉 怎麼不道歉呢 對對對 就面子吧 你知道嗎 後來就離婚了 離了婚以後 以為就這樣子了 沒有想到三年四年以後 這老公就覺得他自己不對 然後他又心疼他老婆 一個人在外面住 很可憐 他就去求他老婆 然後叫他回來 他老婆回來以後是回來了 但是跟他老公是分房睡 但是這個老公對他非常好 每個月照樣給他生活費 然後對他的好 又超過他結婚前 就離婚前的那個還要好 就這樣子又隔了三四年 這對夫婦又重新結婚了 現在兩個人也退休了 常常結伴出去去旅遊 幸福的不得了 這就是所謂的老來辦 所以就是說同樣的事情 看你怎麼去處理 然後結局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你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去誤會老婆 偷我們的錢 然後我們打他打一對 不是啦 我們要懂的感情 對 他自己錯了 他反省 錯了就錯了要敢 錯夢的時候 喝酒的時候都不要當真 不行 女人會當真 就是勸大家不要當真 他年老年輕叫前妻的名字 他都受不了了 我悶了很多年了 悶了 這樣就悶了很多年 悶了很多年 因為我跟你在一起 已經那麼多年了 你怎麼看到我的臉 會叫你前妻的名字 那這是 那這前妻就在你心目中的 分量是很重的嘛 馬力宇 你晚上會不會講夢話 我跟你說做夢怎麼可能 他沒有錄音當然沒證據啊 怎麼可以說 你一直在講證據 全部都講 然後說我做夢講什麼 我說你沒有錄音 你怎麼可以這樣怪我 那我以後下次我就說 我說 那我會說老婆你叫你的 魔王 前男女的民族 我反正打一對 我們喝酒 喝酒發酒瘋 還有一個飲酒的前去 因為真的爛醉了嘛 大家都看得到 你說夢話睡在房間 只有你跟你太太知道的事情 你就隨便 不要說栽贓啦 也許真的有獎 真的有獎 他也是無意識的 你就拿這個理由去弄他 我覺得這個實在是沒有道理 那我沒有第三人可以舉證 睡夢中講的話很恐怖 對啊 而且 那是很真實的我覺得 拜託 他在你心目中是根深蒂固 那份量之重 然後你才會 你看一個沒有證據的 不容易找到證據的 我想不容易找到證據的行為 在另外一半竟然是認為 這是根深蒂固的東西 這兩個東西衝突太大了 你不覺得嗎 你不會講夢話嗎 我不會 你也想說你不會 只是男文青沒有怪你而已啊 所以喔 後勸大家 我沒有男朋友 所以我就沒有這些問題 你只有男文青 叫男朋友嗎 對啊 奉獻全天下的男人啊 你不管交哪一個女朋友 或是你娶了幾任的老婆 都是寶貝 統一 統一 口徑 你要嘛全部都叫老婆 要嘛全部都叫寶貝 就不會發生這種尷尬的事情 統一口徑啊 我都叫老婆 老婆 老婆 所以你 可是夢話啊 不是 你叫慣了老婆 你夢話還是老婆啊 那你裡面夢到的是 是A老婆 其實是B老婆 雖然你旁邊 他們也都搞不清楚啊 對不對 反正你都叫老婆啊 這樣不就好了 Vivin 你會在乎老公 晚上講夢話 他叫別人的名字嗎 當然啊 這很在意啊 我覺得這個就跟 夏姐說的一樣就是 你會想說這個 要頂多去酒店嘛 叫個娜娜 不行 不行 我覺得我有個朋友的例子 我覺得是更誇張 因為他是自己做夢 夢裡面夢見老公出軌 他醒來之後 他就狂揍他老公 他老公想說 為什麼 為什麼你醒來就對我那麼生氣 我做什麼嗎 因為我昨晚夢見你出軌 你的夢不是我的夢 沒有 我的夢 夢裡面 我就覺得很不爽 你說我醒來一定要揍你 所以我朋友他老公被打得超莫名其妙 其實我小時候就學過一句成語 叫暴政必亡 哪有這樣 冠醫師 男人夢話你會把他當真嗎 可是我覺得好像有一種說法 是說有人的夢是可以當真的 有人的夢是不能當真的 好像要看你是屬於 哪個類型的人 是 像以我自己來講 有一陣子我看了愛的迫降之後 我就好喜歡玄冰 然後有一次真的還做夢夢到玄冰 然後可問題是我做的夢是怎樣 並不是我跟他在那邊用滑翔液 而是竟然是玄冰眼球破裂 然後我要幫他開刀封起來 我覺得頭很大 不愧是眼科醫師吧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呢 其實你的夢 妳聽了妳操眼 搞不好劇情不是這樣 不是 真的 因為是王醫師把他打到眼球破裂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對女生來講比較會做夢 因為我平常很少做夢 然後你會自己去賦予夢境的解釋 通常更年輕的女生 會去找那個夢說什麼 這個如果你夢到蛇是什麼意思 你夢到什麼什麼 其實 農民歷上都有 對 好像那個心理 還好 我跟你講你現在已經沒有婚姻 沒有婚姻了 如果你老公睡旁邊 然後你又這樣 玄冰 玄冰 你看你又笑場什麼 他應該很開心嘛 不用整形就變玄冰了 開運密法 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